好 工权力的确要放在眼里头哦 不要逃漏税 如果逃税车 小心有人来抓你了 这是最新的讨债机器 最近各个县政府可是呢 在路口装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最新的科技车牌自动辨识系统 也就是说你只要开车 一经过交叉比对 马上可以查出车主有没有缴税 机器看起来就像警方的动动侦测器 不过可别小看这小玩意儿 一年可以追回上千万元的账 提醒民众注意 叫做我们在这前方 100公尺左右由我们的那个取地 欠税或违章车辆的那个辨识设备 叫做车牌自动辨识系统的这台小机器 是税务局寄出最新的科技小帮手 架设在路口 自动拍下经过的每一辆车的车牌 透过电脑的交叉比对 谁没缴税情情楚楚 税务局再进一步追讨查税 这个违章车辆部分 跟我们后台的辨识系统 去把它筛选过以后 那是设行违章的车辆 光是去年桃园追回三千万元 台中市追回六千万元 彰化线更惊人 十年来入账一亿八千万 高雄市去年也有两千万元的 桃漏税金入账 绩效惊人 我们总共是投资了 差不多有两百万之多 那原先我们只有投资一台 那现在目前已经有投资四台了 汽机车牌照税征收 期限为五年 预期不得再征收 许多车主心存侥幸 故意不缴牌照税 逍遥法外怕怕躁 但只要被这台车牌 自动编识系统拍到 税金可得加上罚款 加倍还给国库 反而因小时大 春天新闻黄主华将带紧 桃园云里采访报道